有一天 扁鹊去见蔡桓侯 他仔细端详了蔡桓侯的气色 大王 您得病了 现在病只在肌肤凑理 及时医治 疾病很快痊愈 本王没有病 用不着你来治 这些当医生的 成天想给没病的人治病 好用这种办法来证明自己医术高明 大王的病已经发展到肌肉 可得抓紧治疗啊 本王根本没病 你走吧 大王 您的病已经进入了肠胃 不能再耽误了 见鬼 本王哪来的什么病 您去看大王 为什么掉头就走呢 有病不怕 只要治疗及时 一般的病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怕只怕 有病说没病 不肯接受治疗 病在肌肤 可以用热腹 病在肌肉 可以用真酒 病到肠胃里 可以吃汤药 但是现在 大王的病已经深入骨髓 病到这种程度 只能听天由命了 所以 我也不敢再请求 为大王治病了 果然 五天以后 蔡桓侯的病 就突然发作了 他打发人 赶快去请匾雀 但是匾雀 已经到别的国家去了 没过几天 蔡桓侯 就病死了 扁鹊与蔡桓公的故事 主要体现了 有病需及时医治 切勿汇集技衣的思想 同时 也告诫人们 对待缺点与错误 应正确面对 防危杜见 不能盲目自信 拒绝别人的提醒 与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